研发科把部分的订单交给intel代工 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指标必须观察 第一个就是 各位曲博科技教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曲博 最近半导体业的重磅新闻一条接一条 昨天业界传出 研发科将要吸手intel 使用intel的成熟制程来代工 这意味着研发科会部分转单到intel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 震撼弹联发科吸手intel合作晶圆代工 台积电被放冷枪了吗 首先我们谈一谈到底16奈米是成熟制程还是先进制程 第二个我们来谈一谈地缘政治分散风险 跟两手策略左右逢源 这是主要的考量 第三个我们来谈一谈 台积电难道不该分散风险吗 美国厂成本高 未来却可能是救星 第四个便宜又好用的不是先进制程 我们来谈一谈intel16跟tsmc的n12e到底有什么差别 再来第五个我们谈一谈台积电特殊制程晶片 精进超低功耗技术n61全面应战 最后呢我们谈一谈intel应该如何力往狂然步步进逼呢 首先我们跟大家谈谈到底16奈米是成熟制程还是先进制程 大家记得在20奈米以上的制程呢 使用的电晶体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厂效电晶体MOSFET 20奈米以下呢使用的是歧视厂效电晶体FINFET 主要就是电子通道呢是垂直的平板状 那么到了3奈米以下呢改用环绕杂机厂效电晶体GAAFET 它的电子通道变成水平的平板状 一般早期的定义呢20奈米以下 歧视厂效电晶体就称为先进制程 但是因为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已经前进到了10奈米以下 台积电后来定义10奈米以下才是先进制程 到底多少奈米才是先进制程 业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基本上就看各家厂商的定义 这个联发科跟intel双方呢一起宣布成为合作伙伴 联发科将跟intel展开intel16的成熟制程晶元制造上面的合作 intel呢在他的新闻稿称为这是先进制程 也就是intel把自己的intel16称为先进制程 而联发科在新闻稿上呢却使用成熟制程 意思是说呢联发科呢其实是把16奈米当作成熟制程 到底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呢就intel来说他们使用的是旧的定义 也就是呢20奈米以下的奇事场效电晶体就算是先进制程 但是联发科使用的是台积电的定义 也就是应该要10奈米以下的奇事场效电晶体才算是先进制程 因为两间公司对先进制程的定义不一样 他们的新闻稿呢才会使用不同的称呼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谈一谈联发科为什么忽然找上intel来帮他代工呢 有一些媒体说啊这是因为美国人耍了什么手段 强迫联发科这样做 事实上呢我觉得不用去想这么多政治的议题 以联发科来说他就是客户地缘政治分散风险 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两手策略左右逢源 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大家想想看把全部的晶圆代工都交给台积电 都在台湾这边生产 这个确实是第一个风险 毕竟啊台湾在未来这10年呢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我讲过很多次 第二个是各位想想联发科今天如果只有台积电一个供应商 就变成呢会被供应商卡脖子 站在联发科的角度 当然呢是培养两家供应商 让这两家供应商互相竞争 这样子呢联发科才能够用两手策略左右逢源 不会呢受制于其中一家供应商 所以呢让台积电跟intel同时成为联发科的供应商 这个对联发科绝对是有利的 我认为主要啊这么做决定 就是因为地缘政治分散风险 还有呢两手策略左右逢源 一般的厂商啊在规划产品 规划公司未来的时候呢都会思考这些因素 所以呢我们不用太去把它扯上美国政府施压 这种政治的原因 再来我想跟大家谈谈啊台积电难道不应该分散风险吗 台积电的创办人张董事长曾经说过啊 在美国生产金元是昂贵而且浪费又徒劳无功的事 在美国制造晶片成本呢比台湾贵50% 这个啊完全赶不上台湾的台积电的盈利 大家想想看这样的说法虽然有道理 但是呢它的前提是台海两岸和平的时候 这样的说法就是正确的 一旦两岸和平有变数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咯 各位想想看台积电把所有的金元厂全部都盖在台湾 是不是风险也太高的呢 站在公司经营的立场是不是也应该要分散风险 台积电在美国设厂以成本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呢太贵了不划算 但是呢你以分散风险的角度去看 把部分的金元厂盖在美国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分散风险 现在看台积电去美国设厂觉得呢这个是错误的决定 但是啊或许将来有一天因为台积电有美国厂 所以呢客户才可以放心的把晶片交给台积电代工 结果啊说不定是台积电的美国厂救了台积电 同样的道理英特尔拼命的盖晶圆厂 大家在想说这个成本这么高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但是呢你静下来想一想 如果啊台海两岸和平有变 这个时候客户还敢把全部的订单都交给台积电做吗 这个时候客户就想要找一个安全的代工厂 对不对这个时候三星跟英特尔就会变成客户的首选 这边呢我一直要提醒大家 两岸和平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基本的假设 一旦这个假设不成立后面所有的规划可能会跟想象的差很多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 再来我想跟大家谈谈便宜又好用的不是先进制程 我们来谈一下英特尔16跟TSMC的N12E 首先联发科预计将使用英特尔的其实是英特尔16的制程技术 也就是16奈米的制程 主要的用途并不是手机而是智慧终端产品的晶片 范围呢就包括智慧家庭物联网WiFi这一些算成熟制程的晶片 有些人误以为啊晶片越先进制程越好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因为呢先进制程单价很高通常呢是用在特别的地方 譬如说手机的晶片一定要小所以必须用先进制程 云端伺服器的处理器晶片效能一定要高 所以要用先进制程 但是啊一般物联网智慧家庭用的晶片 他对于晶片尺寸还有效能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最适合的制程呢是落在10奈米到20奈米的这个范围 我们来看Intel的技术路线图从90奈米65-45-32-22这个地方算是成熟制程 Intel是从22奈米就开始使用骑士场效电晶体 但是呢真正骑士场效电晶体被大量的应用是在14奈米的制程 再来呢就是10奈米10奈米的plus后来才有Intel 7、Intel 4、Intel 3 跟Intel的20A这一次呢用的制程是Intel 16 所以呢大概是落在这一个范围 也就是呢介于10奈米跟20奈米之间 这个是最便宜好用的制程 同样的道理台积电呢推出N12E的制程也是介于10奈米到20奈米之间 它呢相比于22奈米电晶体密度改善76% 它的效能呢改善了49% 它的功耗呢减少了55% N12E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制程 所以这边就谈到呢台积电的N12E制程 主要用的就是骑士场效电晶体 它是台积电2013年第一次推出16奈米FinFET技术的时候 再增强的版本 N12E呢主要是基于台积电的12FFC Plus的制程 称为FinFET Compact Plus 台积电的16跟12奈米的技术呢 已经被当今超级的计算机跟高效能的设备 包含图形处理器跟网路处理器使用 台积电呢进一步啊发展这个N12E 把这些高级计算机的技术呢带入了物联网的装置里面 所以很明显台积电就是用N12E来挑战 Intel的16奈米制程 应用的场域呢都是物联网相关的产品 它主要的特性呢可以让物联网的装置呢 更具有智慧功能还有连接的特性 甚至包含自然语音的识别啦 增强机器的视觉啦跟智能健康的监控 这个算是物联网终端的应用 而且呢它有很好的电源效率 可以呢让电池的寿命增加 台积电呢在N12E的平台上呢实现了最佳平衡 意思就是说呢它有最好的效能 最低的功耗还有最小的面积 不止如此台积电呢它的特殊制程晶片 精进超低功耗技术在北美技术论坛呢台积电也提到了 将从N12E再进一步用N6E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在超低功耗方面台积电呢是用过去N12E的技术呢 再进一步开发N6E的技术 大家发现呢用了6奈米的制程当然又比12奈米 有更高的电晶体密度更好的效能 还有更低的功耗主要提供的也是边缘人工智慧 还有物联网设备所需要的运算能力跟能源效率 这个N6E呢是基于台积电最先进的7奈米制程技术改良而来 预计呢它的逻辑密度是N12E的三倍 未来呢将作为台积电超低功耗平台的一部分 并且针对边缘人工智慧跟物联网 应用综合逻辑射频类比迁入式挥发性记忆体等等 还有电源管理IC通通可以使用这个解决方案 简单的说呢台积电就是计划用N12E甚至进一步到N6E去挑战 Intel的16奈米制程 而它的应用场景呢就是边缘终端的人工智慧 还有物联网的装置 也就是这一次联发科跟Intel合作主要目标的市场 面对这样的竞争Intel要如何力往狂澜步步进逼呢 我给Intel三步骤 第一步拆分公司 事实上Intel应该要立刻把处理器跟晶圆代工拆分 成立独立的晶圆代工品牌企业 因为原本Intel晶圆代工的客户有一些是它的竞争对手 即使这些公司知道台湾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他们仍然犹豫不决不敢把订单交给Intel 譬如说超维AMD或者灰达NVIDIA 这些公司他们本身是Intel的竞争对手 当然不敢把自己的产品设计图放心的交给Intel来代工 Intel现在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拆分公司 对Intel才是最有利的 第二就是建立信用 让晶圆代工的客户建立信心 保证不会把任何处理器的机密资料流向Intel 因此这一间晶圆代工的独立公司就会独立来运作 让客户放心把订单交给Intel的代工厂来代工 最后一步就是微迫利用 由于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在市井 将晶圆代工全部押在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很高 事实上利用这个机会顺水推舟 不断的善意提醒客户把全部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非常危险 我相信大部分的客户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所以当你把晶圆代工切割之后 我可以放心 接下来你再用这样的说法 我认为很多客户就会买单 同时要降价利用客户 我相信所有的客户都会跟联发科一样分散风险 把一部分的订单交给Intel 总之台积电在技术上确实领先 台湾做晶圆代工在成本还有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好 但是前提就是两岸要和平 问题是这一件事情没有办法100%保证 因此客户一定会害怕 联发科把部分的订单交给Intel代工 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我相信只要Intel用刚刚那三步骤 基本上是可以说服很多客户 当然客户不会把大部分的订单 立刻就转到Intel去 但是我相信跟联发科一样 会有少部分的订单先尝试的交给Intel代工 至于未来会如何发展 反正就观察两岸的情况 再慢慢的来评估 对企业而言才是最有利的方式 这一次联发科转单部分到Intel 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指标必须观察 第一个就是联发科转订单出去 到底量有多大 我个人认为初期量一定不大 纯属测试的性质 第二个观察的指标就是Intel的先进制程进度如何 如果Intel的先进制程能够如期完成 或许将来他还会进一步抢走台积电部分先进制程的订单 这个我觉得对台积电才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现阶段看起来一部分成熟制程的订单转移到Intel 对台积电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大家对于联发科转单部分到Intel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在影片的下方我们再来讨论 谢谢大家晚安 拜拜